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水乃生命之源泉 你一定听说过这句话 的确就我们所知 水是一切生命的基础 这个不光是在地球上如此 在宇宙当中也是如此的 科学家正是通过在一颗星球上面 到底有没有发现液态水 作为这颗星球上面 是否有生命存在的一个重要依据的 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感到万分的庆幸 因为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充满了液态水 它们以河流湖泊海洋的形式存在着 甚至当我们站在太空当中 为我们的地球拍下特写照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颗美丽的蓝色星球 它们就是海洋的颜色 地球上面的液态水 让生命繁衍不息 欣欣向荣 但是如果缺少了水的其他状态的参与的话 我们看到的也将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星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对于我们地球而言 真正最重要的是水循环 也就是说水从固体变化到液体 再由液体变化到气体 这样一个反复变化并且循环的过程 要知道这样一个过程 自从地球诞生以来 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为了我们今天讲解方便 我们来给它设置一个起点 我们就从海洋开始 当太阳照射海面 海水就会被加热 而加热之后的海水 就会从液态变为气态 变成了水蒸气 慢慢上升到空气当中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家里面的电水壶 把自来水加热之后 所产生的水蒸气一样 这些水蒸气会继续上升 到了高空当中慢慢变冷 然后聚集形成我们非常熟悉的云朵 云朵又会被风吹往各个角落 来到了陆地上空 来到了山区 然后这些云朵慢慢的就包裹不住 越来越多的水蒸气了 于是它就会变成雨 雪甚至是冰雹 又降回到我们的陆地上面 从而汇聚成为河流 湖泊 或者是钻到了地下 形成了地下水 但是它们不会就此停止 它们会继续一路奔波 重新回到大海的怀抱 开启下一个循环的增程 就这样呢 生生不息 永不停止 如果离开水循环会怎么样呢 这样不会有滋润大地的雨水 不会有孕育生命的河流 更不会有充满生机的热带雨林 只有我们人类吧 应该从来不曾存在过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 水循环的重要性了吧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保护它吧 尽管水循环已经这样自发的运行了几十亿年了 但是呢 我们人类的生活还是不可避免的来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平衡 比如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 对水资源的毫无节制的使用 以及污染 都让水循环这座自然的修复工厂不堪重负 越来越多出现的干旱少雨 河流枯竭 地下水下降 都在不断的提醒着我们 马上行动起来吧 从自身做起 珍惜用水减少垃圾 今天我们要来制作这样一个模拟的封闭水循环系统 位置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些水台 一个比较大的容器 它可以是像我们这样的一次性餐盒 或者说是我们家里面比较大的碗 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器皿 然后是一个比较小的容器 可以是比较小的一次性纸杯 或者说像我们这样的一次性的调味盒 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中间 然后呢 我们需要有点水 需要有一张彩色的塑料片 可以是红色 或说其他一些任何颜色 比较鲜艳的塑料片就可以了 需要有双面胶 马克笔 剪刀 这样一个橡皮筋 一个小石头 热红胶枪 以及我们的保鲜膜 好 我们第一步呢 先用热红胶枪 把我们这个小盒子粘在这个中间 好 中间这个盒子呢 就成为我们的露水收集器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观察到 我们到底收集了多少水呢 我们可以来用一个颜色比较鲜艳的塑料片 制作一个标尺 先把它剪成这样一厘米宽左右的长方形 然后再根据我们这里面小容器的高度呢 把它剪来 让它们两个差不多一样高 就像这样 然后画上均匀的刻度 就像这样一样 这样就更方便我们观察和记录了 接着用装面胶把它粘在里面 把它像这样粘紧 接着就把水苔铺在边上 尽量不要把水苔弄到中间这样一个小容器里面 因为中间的容器所收集出来的水呢 它是非常干净的 我们甚至可以尝一尝 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在边上呢 浇上水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的容器里面 我们有水 还有被水浸湿了的水苔 然后在这个中间的容器里面呢 它是非常干燥的 接下来我们拿出保鲜膜 撕下来一块 把它盖到我们的这个大碗上面 一定要让这个中间呢 稍微往下塌一点 形成一个漏斗状 接下来把这个橡皮筋呢 缠在边上 最后 找这样一个小石块呢 压在我们这个保鲜膜的中央 就像这样一样 这样就让保鲜膜形成了一个漏斗状 然后把它放在阳台上 然后我们会发现水循环就这样产生了 液态的水在接受了阳光的热量之后呢 会变成水蒸气 然后水蒸气呢会上升 上升之后 由于我们这个容器是被保鲜膜密闭的 所以水蒸气只好在保鲜膜上面汇集 等它们越集越多之后呢 就会变成小水珠 最后呢 沿着中心这个漏斗 滴到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 收集用的小杯子里面 然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水其实已经被净化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天然的水处理工厂